作词 李宗盛 无论他生在何方 无论他比你的字里越来深切 他的外表在你看是高大还是渺小 他永远跟你不一样 他永远跟你不一样 他是活在一个外表正常 是记得肉身里的神 他的实质跟你的实质 永远不一样 他的实质永远永远是 临家于所有人类之上的 是临家于所有人类之上的 至高无上的神 外表看他是普通正常的人 被称为嫉妒 他的身份是嫉妒 但是如果你把他 形成一个人 你把他当成一个普通的人 当成败坏人类中间的一员 那你就要危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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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论什么时候 嫉妒的身份不变 嫉妒的实质不变 她的实质是神 自己的实质 身份永远是神的身份 她活在一个 正常世纪的 柔身的外壳中 不代表她就是 百坏人类中的一人 不代表人类可以操纵她 操纵她驾驭她 也不代表人类就可以与她 平起平坐与她争夺权力 从你把嫉妒当成人的那一刻开始 你的恶心就要开始暴露了 人只要把嫉妒当成人 人为她正常世纪 人为她好几篇 她与人类一样 人心里对神就没有了惧怕 此时人就改变了 人与神之间的关系 不再是收走人类 与走无助的关系 不再是跟随着 不再是跟随着 与嫉妒的欢喜 不再是跟随着 与嫉妒的欢喜 人类人类 人类站在了神的队里面 变成了神的筹笛 你把嫉妒当成人的同事 你也改变了自己 你也改变了自己在身面前的身份 改变了你 改变了你在深眼中 在深眼中的价值 你也改变了 你是嫉妒的 你是嫉妒的跟随者 是接受神拯救的人类 是接受神拯救的人类 只有在这个基础上 只有在这个基础上 神才承认你 在带领你 才赐给你生命 给你梦拯救的机会 给你梦拯救的机会